你怎麼這麼大人 怎麼這麼大人 中年婦人在馬路邊跟遠景對罵 婦人不但碎唸一旁民眾看不下去 直接拿起手機直播引起大批人圍觀 這個你太壞了 唉唷 不好 沒有啦 那個不關就沒辦法 為何要打開 婦人情緒火爆根本不受控制 完全不聽勸 你叫什麼名字 警方提問婦人還囂張回搶我沒命 根本不把遠景放在眼裡 兩年後他跟警察說 我不搭牙外吃東西 我要處理 他要照警察 我要照 他就開始檢察在收拾 不只罵動手推警察 最後被五六名遠景強勢押回派出所 彰化原令證明53歲 江姓婦人 16號晚間11點多 外出到小吃店用餐 疑似為了搶快闖紅燈 被巡邏遠景鑽個正著 追上前要開彈 他還大啦啦在店內吃完麵 才肯出來面對 遠景表示要取地開罰 婦人立刻抓狂 剛化的過程 婦人非常的不配 而且用不搖的言語 來辱罵我們的遠景 婦人因為闖紅燈被警方盯上 結果當街怒罵遠景挑戰公權力 試圖脫逃不僅要吃上 1800元的紅燈 最後還被依妨害公務移送 記者城市委韓志欣謝雲真 彰化才報導 我們到達